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我每次更新834集 那么现在时间是7月30号 星期二早上10点12分 那么这个是我的频道 非常欢迎大家来订阅我观众 每天都会进行每次分享 每次更新 那么不管行情上下都好 我们都会进行这个更新 给大家知道说 当下的行情是要怎样去看待的 好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要聊的就是说 这个消息面 那么美国抛售了20亿美元的比特币 那么抛了之后 我们看到说比特币直接插针下来 那昨天他要挑战7万美金 挑战失败 并不能涨上去 没有涨上去 反而是到了一个位置之后 就压制下来 那么昨天的影片的内容 我们就有讲到说 这一个倾施的框框 对不对 上方的这个斜斜的位置 那么这个地方 已经讲到说 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那么第五次的时候 他失败的被压回下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在昨天的影片 也是有聊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两小时的位置 我们要注意它是否会形成一个顶背离的一个情况 那么两小时进行了这一波反弹 那么这一波的反弹 两小时发力上来 尝试挑战7万美金 那么失败了之后 那么就跌了下来 那么形成了顶背离 那最最最重要的是跌破了蓝色线之后 再继续跌下来 那么目前此时此刻 我们应该要怎样看待 这个就是今天影片最重要的观点的 那目前呢 比特币呢 已经来到了六小时的蓝色线的地方 那么过去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它是一个六小时的一个反弹 那我们讲它是一个十二小时的一个反弹 也可以嘛 也是没有问题 那么十二小时跟六小时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六小时呢 这一边呢 形成一个小反弹上来的之后呢 然后再往下跌呢 它就大概率会跌到十二小时的这个位置 那么十二小时一旦来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关注看它能不能进行反弹 所以以十二小时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是看待说呢 现阶段呢 基本上呢 它会跌 可是它还有一点点的空间跌而已 它不会跌的太多 所以对我来讲呢 现阶段还是有机会去布局做这个多单的 而这个多单有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呢 五天呢 这一波趋势的反弹呢 它要成立的话呢 它这一波反弹一定要来 那这一波的反弹呢 就有可能呢 是会坐落在六到十二小时的这个区间 那么六到十二小时的区间呢 我们可以以这个位置 把它画出来 大概是这个地方 那么中间呢 它间隔的这个距离呢 大概是有1500点的这个距离 那么这个1500点呢 值不值得我们去做呢 我个人是觉得值得考虑去布局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呢 如果你要测量它的止损的话呢 这样真的也不多 那么呢 如果说呢 比特币呢 有一个三八仙的止损呢 我个人是觉得 蛮OK的 因为交易比特币来讲的话呢 你一定要多少 给它一点空间哦 那么呢 行情下跌了之后呢 很多人呢 就会开始蛮担心的 诶 这一波行情啊 它有没有可能会跌到更低的位置 其实是有的 那我们往肥坡拉基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呢 此时此刻来讲呢 如果它再跌的话呢 它就有可能会跌破0.618 那跌破0.618呢 就会到下方的这个 60800多美金的这个区间 那这个也是有一个可能性 会跌到的地方哦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密切关注的 风险的位置 那如果说真的 我们在此时此刻去考虑布局的话呢 我们最多呢 是考虑在呢 这个0.618的位置呢 在这一边布局 那么止损应该考虑在哪里呢 止损呢 我个人会建议呢 要么就是在这个前低点 不然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这个0.88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大概是在64200多美金的这个区间 所以讲真的 这一波啦 我个人是觉得啦 开始值得去考虑去做单啦 那如果说呢 你本身呢 是过去呢 有错过这个比特币的 多单的机会的话呢 那我觉得此时此刻 你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这个止损的位置呢 大概是一个2-3%的距离哦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才布局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呢 这一张单呢 我就会建议你不要去布局好不好 那这一波行情 有没有可能会 如果所愿有一波的拉长 我们就一起来拭目以待好不好 那现阶段呢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呢 拉一个趋势线上来哦 大概是这个区间 那么这个位置呢 刚好也是重叠在一起的 那么再来的话呢 这一边呢 也是有一个支撑阻力的互换位哦 那支阻互换的位置来讲的话呢 刚好打下来 那么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一起重叠反弹呢 我们就一起来拭目以待 那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 关于这个观点 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非常欢迎你了 来参与我们的两天线下课 那么我们这个两天线下课呢 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呢 我们就会开始举办了 那当然这个也是A哥的第一场教学哦 线下教学 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或者你想要来看看说 究竟我们正在教什么的话呢 也是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课堂上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的比特币的观点呢 就是这样子了 希望呢 这一些观点呢 是可以对你有所帮助的 那以MACD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是提醒我们不要去布局啊 还是什么 可是我个人是觉得 当下这个区间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 因为呢如果说接下来它在这边走个盘整 走个震荡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区间呢 形成了一个底背离的现状 那出现了之后呢 我们布局会是更加好的 那会偏向右侧交易 可是我个人是觉得 当下的此时此刻的观点呢 是属于左侧交易 那么左侧来讲的话呢 在这边徘徊一下 然后就一波拉长回来 然后再这样子上去 那有没有可能会按照这个剧本来走的话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行情怎样去走好不好 有可能一个是错的 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行情走出来 那如果行情真的走出来 就会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那非常感谢你呢 把我的影片靠最后 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这一个 VIP的话呢 也是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VIP 那目前呢 是有七天免费VIP的体验 那感谢你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